第四百二十集 白花眼哭了起来 大哥哥 我到现在才知道 原来这个家里就只有母亲和大哥哥对我最好 大哥哥 为什么咱们家会变成这样 为什么我姨娘会成为主母 咱们的母亲她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不再做主母了 大哥哥 如果母亲能够回来该多好 她姐姐如果也能回来该有多好 母亲绝对不会眼看着我哀打不管的 可是你看看我姨娘 她不管我 我在她眼皮子底下都能被人打成这样 她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白昊臣点点头 我妹妹 你心里的苦大哥都明白 母亲也明白 你说得对 如果今日换做母亲在场 如果母亲还是主母亲 她一定不会让你挨这个她 她就是自己拦在你的身边 自己挨了她 也绝对不会让那些鞭子抽在你的身上 可是你也不能怪三夫人 她怀着身孕 肚子里怀着父亲的希望的嫡子呢 她不能为了你葬送了这个孩子呀 我听到大夫说 那很有可能是个男胎 你如何去跟一个男胎抗衡呢 所以白显娇说的没错 白花眼紧紧地握住了拳 她有了儿子 就不在乎我这个女儿了 况且 我又不是在她眼前长大 她对我根本就没有多少感情 叶三这个毒妇 为了一个还没成型的胎儿 连亲生女儿的命都不顾了 她的心怎么那么狠呢 这样的人 怎么配为我国公府的主母 国公府的主母就应该是二夫人呢 就应该是我们的母亲呢 白花眼声声控诉 却不知 她的这些话 已然悉数落进她生母的耳朵里 小夜市都不知道 是怎么离开的风花院 院子里跪了一地的下人 一个个吓得脸都白了 一句话都不敢说 三夫人来时就不许他们通传 眼下五小姐的话 他们都听得清清楚楚 三夫人更是全都听进了耳朵里 一定伤心透了 其实对于这些下人来说 他们跟白花眼的心思一样 并不喜欢三夫人做主母 因为三夫人曾是一个妾 还是夜街的庶女 这样的主母实在不够气派 庶女的格局终究是不够大的 从前那二夫人即便也只是 假模假样的做做样子 但也会把文国公府 在表面上维护得很好 绝不会让人一眼就跳出错来 可是小夜市就不同了 庶女做事小里小气 再加上管不了宫中账房 所以伺候三夫人和五小姐的这些下人们 除了每月的利盈之外 几乎拿不到上前 谁愿意跟着没有钱的主子呢 不止封华院的下人是这个心思 可以说眼下的文国公府里 除了二小姐的念夕院 红夫人和四小姐的尹侠院 以及老夫人的锦容院之外 其他院子里的奴才都过得十分辛苦 利盈是有限的 做人奴仆的 其实就是靠着主子的打赏存些家底 如今打赏是给不起了 他们哪有油水可老 谁愿意过没有油水的日子呢 小夜市一路捂着个肚子 心力焦脆地回到了自己屋里 跟着她一起往风华院去的丫鬟是双环 此时见主子这般模样 也是没有办法 只能好言相劝 夫人想开一些 五小姐还小 她还不懂事 许多事情她看不清楚 您得好好教她才行 小夜市半靠在床榻上 有下人端了一碗鸡汤进屋 双环将鸡汤接过来 为了她几口 小夜市就白白手不喝了 双环再劝 无论如何还是身子要紧 夫人就算生五小姐的气 也得多顾着腹中胎儿 奴婢说句不重听的话 若五小姐真的不跟您一条心 您的将来不还是得拴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吗 所以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保住她 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小夜市看着眼前这碗汤 夜脸地嫌弃 我记得洪世怀小少爷的时候 每日以血焰进步 就是我怀着花颜时 隔上十日八日 也能用上一次白燕 三个月后便可见婀娇 可是你看看现在 他们居然只给我喝鸡汤 甚至连污鸡都不是 我如今好歹也是一代侯爵府的主母 这样的事说出去 岂不是要将人笑死 我的脸该往哪儿割 她说着这事就来起 身子一起一扶的 吓得双环赶紧按住她的手急着道 夫人千万别动气 万一动气伤了这孩子 您今后可就连眼下这样的日子都过不上了 难道您还想过回从前那样的日子 您好不容易爬到了这个位置上 难不成还要因为一时动气被打回原形 小叶是心里咯噔一声 是啊 她怎么忘了 她比不得她的姐姐 大叶是叶家的嫡女 更是老太后的亲侄女 那情分和地位都是不同的 她如今尚未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叶家觉得她是个现成的人选 推上一把能直接用了 可若她自己不争气 叶家随时都可以换人 叶家女儿那么多 年轻貌美的也那么多 不是不能再送一个或是两个到白家来 她能靠的是什么 母族的支持吗 夫君的宠爱吗 不 她能靠的只有肚子里这个孩子 若这一胎能拼出个男孩来 她才能真正地在这座府里站住脚 叶家也会觉得她更有用 用一个白家的孩子来取代断家的白浩尘 这样更能拿得住白星炎的心 也更加地名正言顺 双欢 小叶是将鸡汤接过来 一饮而尽 你说 叶家为什么一定要扒着白家 以前是为了文国公这个世袭的爵位 那现在呢 现在爵位虽然还在 可是已经不可能再世袭了 叶家还托白家什么 他们为什么依然看中文国公 这是他一直以来都疑惑的一件事情 就像他说的 以前为了爵位世袭 这还能说得通 可是现在呢 为了白星炎这个人吗 怎么可能 叶家又不是傻子 他们难道看不出白星炎半斤八两 白星炎如今这个样子 能为叶家做什么 对此双欢也是摇头 奴婢到底就是个婢女 又能有多少见识呢 三夫人您都看不透的事情 奴婢又如何能够看透 不过 奴婢想 既然叶家在明知白家 已经失了爵位世袭制的情况下 依然没有放弃 那就说明文国公府肯定还是有用的 只是这个用处叶家知道 咱们不知道罢了 所以 如今咱们能做的 就是配合家族将国公府紧紧握在手里 至于其他的 那就不是咱们能操心得了的了 小叶是点点头 自嘲地苦笑了一下 也是 我就是叶家一个庶女 叶家虽为我母族 可我哪里有资格去问母族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只能按照他们的要求 按部就班地走下去 要我做什么 我就得做什么 不让我做的 我一样也不能做 这些我都无所谓 真的 我不在意这些 我在意的是我的亲生女儿竟然跟别人一条心 任人为母 反过来却将我满心的关爱全部践踏 提到白花言 小叶是气得又开始哆嗦 双环叹了一声 夫人 您又激动了 小叶是白白手 没用他再多说 自己就调整好了情绪 他不能动怒 不能伤了肚子里这个孩子 双环说得没错 这个孩子才是他真正的指望 至于白花言 没用的 从小不养在自己身边 都谈不上离心 因为心根本就没有合过 其实 夫人也不必将五小姐 想得那样不堪 她就是那个脾气 一生起气来 什么话都往外说 但实际上 有口无心 兴许明日一早就忘了 五小姐没有那么多心机的 可小叶是去摇头 人都是会隐藏的 你怎么就能断定 早上那一处不是她故意演出来的苦肉计 她是想用这种方式将我拖下水 踹下主母之位 然后将她心心念念的 母亲给请回来 双环 这就是她隐藏的一面 用平日里那副没有心机的模样 藏住了她叵测 人都是这样的 就像你 她突然瞪下双环 声音阴沉起来 你跟了我姐姐那么多年 她可曾会想到有一天你会背叛 可曾会想到你在她失事之后立即倒戈 还帮着我让她失事的速度加了快 面对这样的责问 双环并没有生气 她甚至一点都不意外 她只是告诉小叶是 三夫人是个聪明人 奴婢从来没想过 您会一点不藏私地接纳我 也从来不奢望您对我推心致富 是 我是在二夫人失事之后做了选择 来到了您的身边 成为了您的奴婢 但是我没有背叛 因为我从来就不是她的奴婢 我是叶家的奴婢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叶家 您也是叶家的人 我听从主家意愿重新做了选择 这又有什么错 小叶是沉了沉心 点头道 的确 你没有背叛 你对叶家忠心耿耿 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也失事了呢 你是不是也会对我落井下石 只是到了那时 你还有谁可以选择 双环笑了 三夫人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我自然是会听从叶家的吩咐 再去服侍下一任主子 而那下一任主子 我相信一定还会是叶家的人 小叶是不再说话了 是啊 她刚刚还想着这个事呢 这会儿怎么又忘了 叶家还有被选的人 她这一代没有了还会有下一代 无数新鲜血液输送进来 源源不断 直到他们达成目的 直到榨干白家最后一点利用价值 虽然她还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利用价值到底是什么 可是她却明白 以如今的形势来看 保住白星炎才能保住她自己 至于叶家 一味的听话不是聪明人所为 她没有得到她姐姐大叶时那么些好处 她也没有太后做靠山 所以她的命运也并不是只能紧紧跟叶家捆绑在一起 相反的 如果能够摆脱叶家控制 凭她自己的心智和手段 以及肚子里这个孩子 她是可以将这个主母的位置一直坐下去的 叶家庶女和文国功夫主母之间 毫无疑问 她得选择后者 小叶是想 如今后宅妾室西薄 是时候为白星炎再充盈些家事了 只是新的妾室 绝对不能再跟叶家和郭家有半点关系 最主要的 新人必须得掌握在她的手里 这一晚 白鹤染睡得并不好 也不怎么的 竟是十分想念君木林 明明才分开没几个时辰 却开始后悔自己将人赶走 不让她在夜半入宅 叫她好梦 她也替白星炎感到惋惜 明明是好好的一生 却活成了如今这副模样 明明是好好的一家人 却过成了如今这个样子 她不知道当年白星炎究竟犯了什么错 但如果没有当初那个错误 是不是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次日清晨 白鹤染接到了一张燕铁 燕铁是冷若男送来的 邀请她参加五日后的京城百花会 白鹤染有点不太明白 百花会是个什么东西 嬴春告诉她 百花会每年都办 是京中贵族家里的小姐们自发举办的 大约都在花开的最美的盛夏 也有选在初秋的 地点在京郊的山林里 其实百花会也不是什么宴会 只是大家一起出城赏花 再选摘一些花枝采回来 各自烹花茶 但这个烹茶就有讲究了 还会排出名次来 一二三名都有相应的奖赏 白鹤染听着就皱眉 赏花就赏花 烹茶做事 还排名次 这不是变相的比试吗 不过比出名次来又有什么意义 就为了奖赏 既是京中贵族千金小姐 不差这些个奖赏吧 莹春笑着说 奖赏自然是不差的 但他们差这个名头 哪年的百花会除了女子参加之外 也会吸引许多贵公子的关注 名次再前的自然是能够得到更多公子 少爷们的青睐 名声也好听些 不过小姐 您都是跟石殿下定了亲的人 不差这个 就是 不去了 这种聚会没意思 且都是些女孩子 很容易发生口角 听众朋友 您好 我是主播小靠 这次在剧中演绎的角色是 中年坏大叔白星年 都给我去听神医毒飞 快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